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 抽6万大奖 大家早安 说到最近的天气状况 确实有一点比较变化多一点 那至于今天来讲 东北风稍微比较减弱了 反而是开始转吹东风 所以今天早上起床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觉得 没有前几天那么样的凉嗖嗖了 你看现在台北外面还有26度 宜兰花莲24度 新竹24度是比较低的地方 那稍早之前真的最低 大概也只有在宜兰的23.8度 没有特别的凉 没有特别的冷 因为今天去的是东风 东风是比较闷热的风 那今天白天来讲 高温会比昨天再来的高一些 再来我们就要看看卫星云图了 因为吹的是东风 所以水气就会从东边进来 你看其实在东北方这边 其实是有一块水气在的 所以今天来讲 下雨的地区是在东半部地区 全天来讲都会有一些 短暂阵雨的状况 北部地区呢 北部地区大概基隆北海岸 还有这个新北市附近的山区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 局部的短暂阵雨 而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平地还好 大概山区中午过后 也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状况 整体来讲 今天的降雨有 但是会比昨天少一些 不过很讨厌 台湾是在明天 明天有一些 新一波的东北风进来了 那进来之后带来了水气 再加上你看 其实台湾的北方的海面上 是有一道封面系统的 那这个水气呢 明天也会被吹到台湾上空来 所以明天下雨的 下雨的情况就会变多了 包括北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 明天的降雨情况 可能是全天陆陆续续都会降 那因为雨一下 温度就会稍微 比较下降一些些了 又会比今天 再来的温度下降一点 提醒大家先注意 不过呢 从星期四开始 水气就会减少了 虽然吹得还是东北风 但是全台各地 目前看起来到周秋假期 都是看得到阳光的 秋高细床的天气形态 但是早晚的温差 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了 要提醒观众朋友注意 那刚刚节中有提到说 热低压 其实现在有 大概是两个的状况 首先是第一个 这个第19号的 轻度台风梵高 梵高它现在 其实已经快要散掉了 它已经登陆到越南了 快要变成一个 热带性低气压了 它就要减弱了嘛 那另外呢 是现在云图上看不到 远远的关岛的 东方的附近海面 有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 那它确实现在有机会 要变成今年第20号新度台风 那至于后续的一个动态 我们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 不过目前这两个系统 对于台湾都还没有造成 这个是不会影响了 那这个后面 还没有造成影响 我们后续还有在观察 再来就要看看 今天各地的这个天气预测 首先我们来看到北部地区 那今天我刚刚提到 降雨的情况有在哪里呢 基隆北海岸 基隆北海岸有50%的降雨机会 台北的部分 大台北地区 新北市比较容易下40% 高温是31度 在中部走中部天气就好多了 中部大概10%的降雨机会 都是在山区 32到33度 南部地区来讲山区 午后下雨的状况会比较明显 特别是沟雄跟屏东的降雨了 在中午过后40%到50% 东漫部地区30%的降雨机会 这是全天都会下的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那外岛三个地方 澎湖跟金门天气很OK 但是马祖有20%的降雨机率 最后出门之前 天气不可不知 再次叮叮大家 今天跟昨天比起来 虽然降雨机率稍微减少 但还是会下 东漫部地区今天全天 一阵一阵的下 一定要带雨具 再来就是北部 北部特别是在新北市的部分 还有这个基隆北海岸 另外中南部的中午过后 也会有局部长大的雨室 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明天天气会变得更差 大家要先有心理准备 这两天呢 雨具都要随手攜带了 以上就是这一线的天气状况 更多重要的新闻时间 先赶快讲完节中